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轻熟盒子 边长 X这边是长A Y边是B长 Z边是C长 顶边这个是位于Z等于C 它保持V0 但是V0是XY的坐标函数 其他的五个边通通是接地 那就是电位等于0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盒子里头的电位函数 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对于问题 判断就很熟了 就是说求电位 我们可以根据 是由电荷分布来求电位 还是由边界条件来求电位 这两种方法 那这个是边界条件 那我们就用Laplace Equation 它这个坐标轴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笛卡尔坐标 那我们就用分离变数法 就是假定V是XYZ的函数 那我们就只能解XYZ这三个函数 分别仅仅是X坐标 Y坐标Z坐标的函数 然后再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带这个来除 就是这个微分方程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好多次了 对不对 我想各位都很熟了 那现在这个微分方程里面 每一项都只是一个坐标的函数 这三项如果都是坐标的函数 那每一项都是不相干 个别不相干 就是跟别的相都不相干 那么你要加起来等于零 这是不可能 除非三个都是零 对不对 要不然就说 你这三项不要跟XYZ有关系 三项都等于常数 那么或许有机会等于零 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 这三项都是常数 第一项是这个常数 第二项这个常数 负Y平方 第三项是负KZ平方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心态 这就是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它的解到底是什么 那要看 这三个常数 它是正式数还是负式数 那这三个常数加起来要等于零 就是这三项加起来要等于零 那么 KX平方 KY平方 KZ平方 这个是正式数 或者是负式数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从边界条件来判断 这是我们的题目 我们从边界 它六个边界 六面题吗 第一个 X等于零 就是这个后面这个 potential是零 X等于A 前面这个面 potential等于零 Y等于零 就是左边这个面等于零 Y等于B 这个面等于零 就是这个右边这个面等于零 还有就是Z等于零 还有就是Z等于零 这个D也是零 但是Z等于C呢 它不是零了 它是V零 不过V零它是什么呢 是XY坐标的函数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判断 在X等于零 X等于A之间 因为这个是零 这个也是零 Y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零 这个也是零 但是这个当中呢 不是零 这可以从 这里是零 这里 这里不是零 这里是零 来讲 这个当中不是零 因此 介于X零跟A之间 它是一种震荡函数 介于零跟B之间也是一种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协正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既然是协正函数 那这个都必须是正式数 我这个忘记写一个正 这个必须是一种正式数 那我们就令KX平方等于正K平方 KY平方等于L平方 那都是正值 那这两个决定了 第三个就可以知道它是这个字 那就是负实数 其实我们就直接从这个来判断也可以 Y等于C不是零 Y等于零是零 所以这个potential是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逐渐的下降 逐渐下降的话呢 那它就是一种exponential 指数是一种正值 那就是它的微分方程里面的K值 这就必须是一个负实数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这用K平方 这个数字KY平方用L平方 这个K是用这个 负K平方加L平方 那这个solution我们马上就知道 这个解跟这个解都是邪正函数 都是邪正函数 那这个是exponential 指数是一个时数型 就是这个 那于是我们就知道 potential 你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它就是这三个括弧 存起来 那我们要决定A B C D E F 这些 要决定 这些常数 我们就由边界条件来决定 把V等于0 那V0 X等于0 等于0带进去 那X只有这一项有 这一项当X等于0的时候 会令这一项等于0 那当然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不简单都是0 那就是这一项要等于0 这一项要等于0的话 你X等于0 这个括弧就变成B加上0 那就是B等于0 还有VA A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等于0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当然也只有这一项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没有了 所以大X又只有等于这一项 而这个东西等于0 而这个东西等于0 那一定是大X这一项等于0 那就是这一项等于0 那就是 kA等于0 那kA要等于mπ m等于123 k就等于mπ ofA 好 那再把这个V potential函数里的y等于0 带进去 这个 这个等于0 y等于0 带进去 那就跟这一项都没关系了 就是这个 好 y等于0 带进去 要等于0 那一定是这一项等于0 y等于0 这个没有了 那就是d要等于0 我们就决定了b了 现在d也决定了 然后再把y等于b 这个式子带进去 那因为现在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它就是sinLA 要横等于0 那LA等于mπ L就等于这个 OK 那我们 再把z等于0带进去 这个也是0 z等于0 那就单单看这一项 因为这跟y x跟y没关系 这个z等于0的时候 这一项等于0 那这个是0 exponential的0字方等于1 这个也是1 那就是1加f等于0 那就表示f跟1有关 它两个相等 但是符号相反 我们已经把这个potential函数 它的一些常数 我们都已经求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 这个式子 它只能满足一部分 就是大部分的边界条件 但是它没有办法满足其中一个有电位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 就是说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先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因为它里头的sign 都是m mπ over a mπ over b 这些的一个函数 所以它跟这些整数有关系 看到没有 这整数一改变呢 这电位就改变了 一个整数 每一套整数 就配一个 电位的值 那么这一个电位呢 没有办法全部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因此我们呢 就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写成 它不能满足这个 所以我们就 假设 把这些 项目 m跟n 都从1到无穷大 这么多项 全部加起来 那么这样子我们假设它 可以满足我们的条件6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条件6带进去 条件6就是说 z等于c的时候 z等于c 那么这个式子能够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 那么它的这个常数是什么 于是我们就用这个orthogonal函数的一个特性 这边有sine nπ over ax 我们就乘一个sine pπ over ax 有sine nπ over by 我们就乘上一个sine qπ over by 然后再对这个dx dy来积分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对这个积分 对这个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变成c了 z就变成c 有没有 那就摆在这个前面 后面这个叫积分的 因为这个是常数了 后面这是变数要积分的 它从0到a x从0到a y从0到b积分 那么 右边就是v0这边 我们也要乘上这个值 也是对x跟y来积分 这个积分的结果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p不等于m的时候 是0 p等于m的时候是2分a 这个也是一样 n不等于q的时候 它是0 n等于q的时候 这个积分值是2分b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值 那p等于246的时候 这个积分是0 p等于135 奇数的时候 它是2a over ppi 于是我们就 这个也一样 就把它 现在 左边可以积出来了 但是右边的值 因为v0 sinxy 它是xy的函数 题目并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函数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不能积分 于是我们就假设 它等于v0是一个常数 来积分 要不然的话 它不能积分 这个题目就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们就把左边积出来 要等于右边的值 右边用v0来带 于是gmn' n'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出过来 416ab约掉 就是这个值 这就是我们要的常数 然后把这个值带到 我们这个函数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电位函数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这个值 带进来 乘上这些 好 那么 这个里头的m跟n 都是g数 就是13579 13579 一直到无穷大 这个是g值 它原来有这个 原来有这个 原来有这个 ok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 管内 的 电位函数 那么 其中 X 它是从0到A Y 是从0到B Z 是从0到C 这个就是 这个数字的适用范围 好 那么 迪卡尔坐标 我们的例子 就举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要看 圆柱坐标 我们用分离变数法 来解圆柱坐标里面的 Lablas equation 这是圆柱坐标 它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这个 要解这三个 如果V是这三个 坐标的函数 那很麻烦 我们需要用到Basal Function 这是一种Special Function 在我们大二的程度的话 这个还没学过 所以我们就 不要用 我们就不看这种问题 就是它是三个 三个坐标的函数 我们就不看它 因为太麻烦了 我们没学过 数学还不够用 我们就看一种问题 这种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是圆柱体 我们就把这个圆柱体 当作一种非常长的 它的长度远大于半径 那就是说 妈妈呼呼把这长度 当作无限长 那无限长的话 你就可以当作它跟Z 没有关系了 那只剩下这两项 这时候坐标 跟这个没关 是跟Row跟Fy有关 于是 那Plus Equation 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我们就来解 用分离变数法 把V 是Row跟Fy的函数 把它当作R跟 大R跟大Fy 两个函数 大R仅仅是Row的函数 大Fy仅仅是小Fy坐标的函数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两个 是带到Differential Equation里头去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 乘上各项 乘上各项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 这一项 乘这个 Row约掉一个 就变成一个Row Fy约掉 分母就变成这个 你乘这一项 R平方都约掉了 Row约掉了 就剩下Fy 那这里头 现在只有两项 这一项单独是Row坐标的函数 这一项单独是Fy坐标的函数 那么 那跟我们前面所讲的理由一样 两个必须是常数才可以 因为如果是坐标的函数 那这一项跟这一项毫不相干 怎么会加起来等于0呢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两项分别都等于常数 那等于常数 我们就令这个等于K平方 这一项也等于-K平方 因为这个加这个要等于0 所以这个是K 这个就等于-K了 把这个重新写一下的话 K就是正时数 K平方是正时数 好 我们先解这个 微分方程 这个比较好解 K拿过来变成这个 这个就变成我们常用的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像解写运动就是这一种 那它是一种正当函数 你可以把它用 phi 用exponential 指数是虚数来表示 也可以把它用 sin cos 来表示都可以 由于圆柱坐标里面 phi 因为phi这个东西是 它是绕住这个z轴 周而复始 0到2拍 2拍到4拍 4拍到6拍 这个值都一样 所以phi 这小phi 函数要等于phi的小phi加2拍 它有这种特性在里面 那我们就令这个k等于n 等于1 2 3 4 5 6 于是这个函数 就可以等于exponential j exponential-j kphi就用这个代 因为phi 因为phi 这个函数的phi 就等于这个函数的 这个 就等于这个的phi加2拍 就等于这个值 那 sin k 2拍 这个等于 就是不管是sin cos 这个通通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值 它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等于1 因为 这个是0 2拍 这个是n是1 2 3 4 5 6 所以这一项是0了 只有这一项 不管你是0 还是2拍 还是4拍 都是1嘛 所以 这个值子就变成这样子 它就可以用这个 sin cos 来带 那n等于1 2 3 4 5 6 好 这个解出来了 它是这个解 它是这个解 那我们看这个解 看这个 这个解 你可以把它展开 好 这个数字展开 现在把k就用这个带 k等于n等于1 2 3 带进去 它是变成这个字 它是变成这个字 你说你把这一项提过来 这个乘过来 那就是负的n平方乘上这个 好 那我们在rho乘上这个 你看这个 d rho这个括弧 我们可以 先把rho当常数 微分这个 就是这一项 rho乘这个 rho平方 然后再把这个当常数 d rho over d rho是1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rho加这个 这个微分方程 就是这个字 那这个n是1 2 3 4 5 6 好 这个solution 那各位现在可能不会做 好 我们就把它记起来 用极数形态来做 那各位可能不会做 你就把这个记起来 人家把你解出来了 这种形态的微分方程 它的解就是这个字 两个常数 这是rho的正n次方 这是rho的负n次方 好 然后再把这两个 带到potential phi里面去 带到这个potential v里面去 这个值跟这个 带到potential v里面去 好 就得到 圆柱坐标 电位的通解 就是这个字 你这个成这个 我们可以化成这样子的 但是里头的n不等于0 你把这个记起来 以后写圆柱坐标 通解就是这个 你就直接写出来 你不要去一步一步解 你那个不可能解出来 你不会解那个 通解是这个 然后你再决定它里头的 常数好了 好 这个以上是这样子的 它是跟5没有关系 不是跟5没有关系 跟z没有关系 是这个通解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种状况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种状况 远周的方向 远周的方向 处处都一样 跟5没有关系 跟5没有关系的话 那就是表示 这个等于constant 那V就只有这个Vrho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微分方程呢 因为这个等于常数 那这项就是0了 那就剩下这个等于0 这个积分两次 这我们积过 我们再做一维的laplus 解一维laplus equation 解过 它就是这个形态 这个形态 所以以后你就记得 如果它只跟z没有关系 而如果跟5有关系 通解就是用这个 如果跟z也没关系 跟5也没关系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通解 就是你这个状况的解 就是这样子 现在只有这一项 其实它就只有一个 跟5也没关系 只是road的函数而已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 这是一个长的 无限长的圆柱体的结面 横接面 这圆柱体的上面一半 potential保持在V0 下面这一半 potential保持在-V0 那现在我们要问 那现在我们要问 球科的内部 跟球科的外部 任何一点的店位是什么 那这个问题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是边界值的问题 边界值的问题 我们就是写 laplastic question 对不对 所以你就laplastic question 写出来 各位要注意 以后写第一个诗子一定是 第一个诗子不可以随便乱写 laplastic equation 你要写这个诗子的时候 你必须说明我为什么用这个诗子 因为它现在是 给的是边界值 解边界值的问题 我们用laplastic equation 那么这个equation里面V通常是 rho phi z 有可能是这三个坐标的函数 那这个很麻烦 我们看看 可不可以跟z无关 如果跟z无关的话就简单了 那么因为这个是无限长 你看只要phi是等于这个 rho等于b它就是V0 phi改变了 v0也改变了 当然你这个rho不在这里 rho在这里 或在这里 或在这里 这个只有不一样 所以它跟rho跟phi有关 但是跟z无关 z是无限长 你只要这里 你不管z在哪里 它都是v等于v0 所以这个就变成二维的诗子 你说它是二维的诗子 你马上可以写出它的通解 等等我们先把边界条件写出来 边界条件 v rho是b rho都是等于b 但是phi可以分成 0到π之间 这是v0 从π到2π之间 它是-v0 这是边界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情况 v 你看它跟phi有关 是0 画成这种坐标来看看 这是v 这是phi 你看它phi介于0跟π之间 它是正v π到0 π到2π之间是-v 然后2π到4π又是正的 4π到6π又是负的等等 那我们就知道 什么样的函数是这种函数 那就是sine sine在第一项线第二项线是正值 第三第四项线是负值 一定是sinecos sine不会是cos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把sine函数啊 我们把sine函数啊 就称为是基次的语称 叫alty parity 不 这个 基次函数 那cos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偶次函数 偶次函数 那么这是基次函数就是sinecos 所以我们马上把它的通解写出来 通解写出来是这个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决定什么呢 这个式子里面 它的这些常数 它an啊 bn啊等等这个常数 到底是什么 它必须要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然后 我们还要用到什么 还要用到 因为现在 就是说 电位必须要是有限值 不可以是无限大 那也就是说电位它有连续性 要用到电位等于有连续性这个特性 好 那么 这个式子的通解啊 就是 在 这一个周期里面 是 是 是这个样子 它是从0 0到b 是 管内 b到无穷大 是管外 我们通通用一个式子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要来解了 我们解管外 管先解管内 这个式子通解 管内管外都可以用 那我们说你如果用在管内的话 哪里的值 因为管内 r的值是从0到b 它可以小到0 但是 当r小到0的时候 这个是在分母 这就是r的n之方分之1 b 如果变成0 如果变成0 这一项不是变成无穷大了吗 这个变成无穷大 那这个v的值就不是有限值啊 所以不可以存在 这一项不能存在的话 就是在 r小于0 小于b 这个范围里 只有这一项可以存在 所以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啊 第二项就不要了 那就是第二项 我们令am prime等于0 bm prime等于0 这个是r小于b的时候啊 好我们就可以 这一项没有 只剩下这一项 而这一项里面 你看有sine nπ 有cosine nπ 我们刚刚已经判断了 函数满足这个条件 0跟π之间是正 π跟复π之间 n是负的 大小都相等 符号相反 这一定是sine 不会是cosine 那这个cosine不可以存在 那就是bn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说 管内啊 vn要等于这个 能不能把那个关掉一下 好 那这个 所以 判断以后就觉得 在r小于b之间 这个值应该等于这个 那现在这个式子里头 还有an要决定 an要决定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要等于什么 你看 你看 当 rho等于b的时候 这个0到π之间它是v0 rho等于b的时候 5是0,π到2π是-v0 所以 所以 这一项呢 一项没有办法满足了 你看你这个 rho等于b就是b的 这个n 这个n就是1,2,3,4,5,6 每一个值就是一项 这每一次只有一项 每一次只有一项 那这个 没有办法满足说 这个rho是b 你这个n随便什么值 它不会是等于 这个等于 v0 不会了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不要取一项 我们取很多项 若干项加起来 这个值可以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那就把这个rho等于b带进去 rho等于b带进去 这个要等于这个 当fine在不同两个区域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求 在这个区域 phine在0到pi之间 这个n是什么 很可能不一样 就是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an不一样 0跟pi之间 你把这个带进去 那这个rho就是b了 那就是sinemphine 你要解这个值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用那个技巧 乘一个sinemphine 对phine来积分 从0到pi 那这边乘这个值 乘这个mphine 这边也要乘mphine v也要乘上这个 v0要乘这个 这两边的积分 这两边的积分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n一定要等于m 然后再积分 然后再积分这个 这个积分 如果m是偶数 那是0 g数 它等于这个值 那这两边相等 那就等于说 这是n等于m的时候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右边的话就说 这个n要等于m 而m又等于13579 就是n等于m等于13579 如果n跟m不相等 那就是0 那只有这个值 所以 an就等于am 你把这个跟这个 这一项这一项 通通拿过来 就变成这个 你看这π分之2 乘这个 bn 在这里 n等于m 你这用n也可以 用m也可以 13579 26的话就是0了 然后我们再看 5 5 从0 从 π到2π之间 那这个就是变成复杂 刚刚 这个左边都一样了 刚刚这个是正直了 那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技巧 同样的技巧 就是说 本来是只有sine 只有一个 我们称一个sine mπ 这也称sine mπ 那这个式子 跟上面一个式子 就是说一个是正的 一个负的 我们也可以 求出来 这个还是 左边一样 右边 这是-v0 等于这个 13579 所以an 就等于 你把am 这个 这个要等于这个 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那就是这个等于这个 你可以把an 求出来 等于这个 你看这个跟上面那个一模一样 所以从这个结果我们知道 在0跟π之间 an的值相同 所以管内的电位 就是这个 这是管内 an就出来了 带进去 就是这个字 现在我们再求管y 管y 还是用刚刚那个通解 广外的话 ro大于b 那就是ro呢 比b大都可以 那可以到无穷大 如果是无穷大的话 这一项可以 因为这个趋于0 它是 一定要是有限值 可是这个变成无穷大 就不可以了 所以它不得有这一项 只得有这一项 当ro approaches infinity 的时候 这个 就是说它不可以有 这个去无穷大 不可以嘛 第一项就不要 那第一项 你怎么去到它呢 就是说 它an要等于0 bn等于0 而 这个函数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基次语称 它不含有这个因子 那就是这个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只有这一项 那因此 vn rho phi 要等于n' rho -n' sine 那我们现在要决定这个值 要用边界条件 它还是这样子 边界在 rho等于b的时候 phi有这两个范围 有这两个值 就是 我们说这个值啊 不能满足所有的条件 就是当rho等于b的时候 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你把rho带进去看看嘛 rho等于b带进去嘛 你看不出有这个条件 我们说 如果是若干相 不要一相 这都是一相一相 n每等于一个值就是一相 n 它从1到n 无穷大 全部加起来 这个电位 我们说可以满足这个 当它要满足这个的时候 我们来决定 a n'是什么 这边的积分 vn rho 就是 右边 左边积分是这个东西 vb 左边积分是 这个是它的边界条件 这个是 这个能够满足边界条件 就是说当rho等于b的时候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0到phi之间 phi界于0等π之间 是v0 phi界于π跟2π之间 它是-v0 那现在我们来求这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乘一个 sinmπ 左右都乘 这里也乘 对phi积分从0到π 左边积分 是等于右边 这是右边 左边积分 这是右边 那我们说这个右边的这个积分 这个值 是这个值 右边的积分 右边积分是这个 左边的积分是这个值 那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是n等于m的时候 它是 它是这个值 右边是 m要等于13579 是这个值 所以这个n必须要等于m才可以 如果不相等的话 或者m等于26就是0 那就是 这个就可以得到an 它就是am 那等于这个除过来就是这个值 这个除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在π跟2π之间来决定这个 那就是刚刚那个式子 这个跟0到π之间就差到这里 0到π之间这个是正的 π到2π之间是负的 那么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这个公式我们知道 这个带进去 这个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 知道am n等于m 那等于这个值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n值呢 或者你用m值来代表 也可以 必须是 奇数 所以 在0到π之间 跟π到2π之间 an的值 相同 相同 所以它的管内的函数就是这个值 那我们管内管外都有了 所以管外的函数是这个 管外的函数 你把a n'带进来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把管内跟管外 两个写在一起 那就是 管内是这个值 管外是这个值 那这个n呢 都是什么呢 这个n都是单数 13579 你看这个rho 在分子 这个管外的rho在分母 以上是 我们介绍这个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我们用分离变数法 来解Laplace equation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 底下就来介绍 球坐标 用分离变数法 解球坐标的Laplace equation